從清晨的5點04分發現異常 就一直到11點半才完全的恢復正常 怎麼會要拖那麼久呢 他們的解釋是說 他們是希望能夠排除 就是說能夠盡量 就是說在現有的系統上 能夠看可不可以把那些狀況給排除掉 所以就一直試啊試啊再試 結果不行 然後時間就 所以他的時間就從本來說 就是9點半可以通 結果不行 然後後來又延 然後10點10點半 最後真正他照案表操課 是一直到11點半 所以就是說他們等於就是 就是說他們可能是 照他們他們可能是努力到最後一刻 但是就是說因為他們以前 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以前大概都是颱風啦 或者是地震 所以他們才會停止 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他們第一次遇到像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他們的確是 有一點慌了手腳 看以前不管是颱風也好 地震也好 或者是上一次發現了有爆裂物 大家都知道是因為有一些 不可規則於高鐵的原因 所以乘客基本上心態上 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而是有個個不可規則 然後我們看過